我請教文傑議員 所以今年台北市的選戰 確定是三國大戰 然後桃園事實上 藍綠各自都有內部的矛盾 你怎麼看 台北市的局 大概就是這樣底定 那現在就是看黃珊珊 她離開副市長這個位置之後 她到底還有沒有 這個繼續創造話題的空間 因為黃珊珊在過去的 兩三年以來 她都是借著副市長的位置 然後在發言的時候 才有曝光度 那現在沒有這個位置的時候 她能夠自己在做些什麼 現在是其實蠻多人 還為她交集的 蠻為她這個 民進黨在交集黃珊珊什麼 怕黃珊珊被氣保的太乾淨嗎 還是怕她的氣保效應 最後的票回流到蔣萬安身上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台北市過去 有幾次的經驗 然後1998年 我記得那時候王建軒跳出來 跟陳水扁和馬英九 撒卡都在選 王建軒一開始 聲勢很不錯 到最後只拿到五萬票 只拿到五萬票 然後後來有一次是 宋楚瑜跳下來參選 那個時候也是聲勢很不錯 到最後也是差不多拿五萬票 哦 那你現在認為黃珊珊也可能這樣 所以但是這一次的局是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就是有過去的前驅之見 因為過去王建軒或宋楚瑜 他們都是屬於藍軍的分裂 但是這一次黃珊珊她所代表的 似乎是藍軍的分裂 可是又有一群是堅定的白色力量的支持者 所以這些白色力量支持者 大概不至於像過去的王建軒那樣 就是整個氣調 可是他畢竟身上 還是有一些藍色的成分在 那這些藍色的成分會多少跑走 跑回這個蔣萬安身上 這個就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最後的選局 這個才是關鍵 其他的一切都算是次要的因素 但是你們目前內部的民調 蔣萬安跟陳時中 是在誤差範圍內 所以事實上真的還要看後面怎麼攻防 我覺得攻防當然會 當然就是選舉嘛 你總是要做點事 只要找事做 但是真正的選戰的 這個最後的決定性的因素 還是在黃珊珊 台北市是這樣 但是這個在桃園市 我覺得倒不是這樣 因為像鄭寶欣他現在出來選 其實我覺得他 他大概對於原來的桃園市 因為他是選立委的時候 他是在原來的桃園市 所以他可能在那邊 還有一些自己的票 因為我們每一個民代 自己在經營自己的選區 都會有一些是他跟著你 但是他不一定說 這個跟政黨有關係 所以鄭寶欣一定有一些這些票 但是出了原桃園市的其他選區 我不認為他有多少自己吸到票的能力 那而且他這一次他不是代表 我們民進黨過去有幾次分裂 他應該直接被開除當機對不對 這是他會被開除當機 他如果登記就會被開除當機 但是民進黨過去幾次分裂 就是譬如說 比較普遍的例子是那種 深綠的那種選將出來選 譬如說像上一次在台南 我們有那種許中信 他是代表台聯黨 那種很綠的鐵票 很綠的鐵票他會吸走一些人 但鄭寶欣這一次出來 他不是代表深綠 他是跟泛藍的名嘴在一起 然後他禮拜六那一天的造勢大會 他代表的某種程度是反綠的 對他代表是反綠的 所以綠軍當然不會投給你 而且我說他禮拜六那天的造勢大會 他基本上就是三個勢力 一個就是藍營的名嘴 像朱雪橫這些人 吳子嘉 然後另外一個是民眾黨的 這個選桃園市議員的 來了一堆 可能也有動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那個清晰 國民黨的清晰 也就是後備軍人系統 國民黨的軍系 動員了一堆人 那鄭寶欣他用 就是說 他這個起手式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說民進黨過去不是沒有分裂過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民進黨的人 他說我不滿黨中央的決定 我跳出來 但是我的造勢場合 居然是這樣的一種 藍軍或者白軍這樣的奇怪的組合 所以我不認為鄭寶欽他會吸到民進黨多少票 我覺得他會吸到的反而是 可能是那種討厭藍綠 然後他搞不好吸掉我們民眾黨的票 對沒有錯 所以賴香林陣營他其實是蠻緊張的 OK 他其實是蠻緊張 但是他民眾黨很奇怪 民眾黨一堆要選台灣市議員的 居然卻跑去鄭寶欽的場子去挺他 蹭熱度啊 蹭曝光跟熱度啊 而且議員的當選門檻比較低嘛 蹭到賺到啊 是但是從一個政黨來講 哪有哪有說我們 我們自己的政黨有推人 然後我們自己的市議員候選人跑去其他 一個 其他人的場子去挺他的 我覺得這很奇怪的 但是所以我覺得大概鄭寶欽 他所影響到最大的還是賴香林 他不會影響到鄭英鵬多少票 所以你認為鄭英鵬跟張善政 還是會回到基本的藍綠對決嗎 對我覺得大概就是說 不藍不綠的票是 這個賴香林跟鄭寶欽去搶 那藍的歸藍的綠的歸綠的 那現在所以我覺得 桃園的局比較不像是什麼 三角都四角都啦 OK 比較不像 還是比較像是傳統的藍綠對決 那一般人認為鄭運鵬比較弱 桃園開得出多少票是 鄭文燦的第三任選舉嗎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民進黨傳統上 在桃園分為南區跟北區 南區就是客家 就這樣客家人比較多啦 像中立啦 這個平鎮這些 那北區的話就是都市化的情況比較這個比較高 所以民進黨傳統上的北區比較強 那鄭文燦的話那就是說他他是他有他的特別的行政風格 他在南區也能夠掌握不少 所以對鄭運鵬來講的話就是說他只是要強化他在北區的優勢 但是他怎麼樣用鄭文燦的這個執政的力量能夠把南區的客家人的票多搶一些能夠搶盡量多搶到越好 那這個是決定的關鍵 所以我覺得 所以如果桃園勝選鄭文燦就有可能有行政院長 桃園敗選就先打包走人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是很多人很多人在這樣講 但是但是其實民進黨的邏輯未必會是這樣 譬如說有些人落選了 他還是可以做副長 行政院長 這個很難說啦 這個很難說啦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當然就是說對民進黨來講 或者說對鄭文燦來講 他當然希望說他能夠好好交棒 但是鄭運鵬會不會選得上 跟鄭文燦未來到底也不是說百分之百的關係